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1日 星期五 农历9月初九 我是朗青 我是Shanifer 很荣幸在今晚给大家播报新闻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 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也是江苏心理漫谈 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 接着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息心灵感弯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pleasantonline 手机收听 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应用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 星期五继续他的欧洲列国之行 访问了德国和凡蒂港 并讨论了他为乌克兰战争胜利 所提出的方案 他表示该方案可以在明年结束冲突 泽连斯基在柏林会晤了德国总理 奥拉夫·朔尔茨 在会谈后的简报说上 朔尔茨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 向乌克兰提供15.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朔尔茨还表示 以预留额外资金 帮助乌克兰修复能源网络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朔尔茨说 通过这一援助计划 德国希望向乌克兰表明 他可以依靠德国的支持 并向俄罗斯总统 伯拉金米尔普京发出信号 那就是 拖延战术不会奏效 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会松懈 在同一场简报会上 泽连斯基感谢德国的 持续支持 并表示 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援助 在明年不会减少 联合国人权官员警告称 中东地区不断扩大的冲突和军事升级 正将该地区可能多达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福祉 至于危险之中 而且正在削弱和平的前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 拉维纳·沙姆达奇 星期五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记者说 我今天肯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 黎巴嫩 加沙 以色列和叙利亚实地的平民 所遭受的这种可怕的遭遇 他说 这将对中东地区许多代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长期无法上学的孩子 失去四肢的孩子 以及那些终身背负伤痛和创伤的孩子 再加上这些冲突中常见的有罪不乏的现象 将会持续加速复仇和不公正的循环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道说 过去一年来 黎巴嫩的战斗已导致超过两千人丧生 超一万人受伤 其中约五分之一的死者是妇女和儿童 罗威诺贝尔奖委员会 星期五宣布 202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将授予日本一个长期坚持 宣传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基层组织 任原水报被害者团体协议会 凸显在俄都和中东战争持续之时 各界对推动无核世界的重视 日本原水报被害者团体协议会 1956年是由二战结束前广岛和长期原子弹爆炸 成立了一个日本全国性的基层群众组织 在过去60多年中 该组织常年宣传使用核武器不人道 并呼吁为实现一个无核世界而奋斗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日本基层反核组织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是对全球拥核国家发出了一次警告 即核武器绝对不能使用 日本原水报被害者团体协议会 因为其未实现一个无核世界 做的努力和通过目击 记者证词表明武器绝对不能再为实用 而获得和平奖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37% 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时期 以3217.74点收盘 香港恒生指数周五因节日关闭 本周二恒生指数暴跌9% 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就这个星期来看 香港股市跌宕起伏 周四的涨幅接近3% 以21251.98收盘 中国此轮股市暴涨 始于9月24日 中国官方针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强刺激政策措施 上证指数连续暴涨五个交易日 涨幅高达20% 股市交易量由原来的5000亿元人民币 猛增至3万亿人民币 不过这个涨是到10月8日 也就是中国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发生了变化 当天股市虽然还在持续上扬 但涨幅大大缩小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 郑瞻杰的讲话 步伐充满信心之类的乐观表达 但并没有拿出任何切实有利的刺激措施 令市场极为失望 次日上海股市的上证宗旨收盘 爆量3258.86点 暴跌6.6% 创于四年半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蓝筹股护身300指数 狂摔7.1% 深圳城市重挫8.2% 受报于10557.81点 创业版指数 跌幅达两位数 为10.6% 是历来最大单日跌幅 或许是为了平复市场的动荡 北京当局又发出公告说 中国财政部将于周六上午10点 进行相闻发布会 此举引起外界猜测 北京当局这一轮自己经济的周期 还没有结束 财政部可能会推出扩大财政支出 推动经济复苏的新琐事 但是也有专家没有这样乐观 他们认为 中国当局如果选在周末股市 关闭期间宣布某个重大决定 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决定 可能不会令公众满意 美联社说 现在所有亚洲股市 都在关注中国财政部 安排在周六的这场新闻发布会 希望看到中国当局宣布 人们期待已久的财政刺激方案 报道说 瑞士的SPI财富管理公司 合伙人 史蒂芬英尼斯发表评论说 现在的共识是推出一个 2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计划 而不是一些人希望达到 高达5万亿 获得10万亿人民币的计划 下周一市场的反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推动额外支出的时机 和具体的目标 日本新首相石破茂 10月10日在出访老挝出席 东盟与相关的领导会议时 首度与中国总理李强进行双边会谈 并参加了东盟与中日韩等相关的会议 专家认为相对于先前的 另一位首相候选人高氏早苗 石破茂可能是中方更愿意面对的 首相人选 然而石破茂也在推动其安保构想 目前仍视中国为日本最大的 安全疑虑 日本经济新闻11日报道 两人进行了约35分钟左右的会谈 石破茂在会谈中对中国军队 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 表示严重的关切 并要求中国对先前中国 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事件做出解释 不过两国也确认了将推进追求 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 取得日中双边合作成果 双方还商定在环境和医疗等领域 加强合作 以及有效利用高层经济对话的 日本方面正在力争在11月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会议之际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并希望先通过本次的两国总理会谈 营造环境 中国方面则试图弄清楚石破茂的外交和安保政策 但对于石破茂与台湾关系密切 也有所警惕 石破茂在会中提出 应查明在中国就读日本人学校的 男童被杀事件的真相 并敦促中国尽早实现 日本水产品的分期阶段恢复进口 但据日本外务省官员向日清透露 李翔本次的回答与中国政府此前的解释相同 并没有显示出新的进展 对此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林全忠 向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也看到北京对他还是客气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他不希望石破茂在北京看来比较激进的政策 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 中国富商王健林的小舅林友 涉嫌卷入海外两宗命案 两名死者都曾是林友的妻子 首案发生于2003年 次案发生于2013年 林友近日因为涉嫌谋杀在中国被捕 林友疑是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妻子林宁的弟弟 中央社今天引述香港媒体消息 2003年瑞典发生一宗谋杀案 死者是瑞典女子维罗尼卡 嫌犯是他的中国丈夫林友 当地警方其后调查指出 林友涉嫌雇佣杀手张建松行凶 然而案发后 林友已返回中国 直到2014年 林友在英国转机时 被引渡到瑞典接受调查 其后因被控煽动谋杀 不过由于当一名评审团的成员 被认为不合资格 整个审判被推翻 2016年 林友无罪释放 但瑞典媒体今年8月称 林友已在中国被逮捕 中国建方已经联系瑞典方面 希望瑞芳能够配合调查 相关消息已获得瑞芳证实 消息称 林友除了涉及 Veronica的命案之后 还选入其第二任 中国籍妻子 林林在泰国的离奇死亡案 泰国报曾于2017年报道说 林林从2013年1月10日与林友一起到苏美岛度假 18日她发现她被死在他们下榻度假村的泳池内 经检验林林死于窒息 脖子上有被勒死的痕迹 当时林林的家属并不认为溺水是其死因 从大连前往泰国报案并打官司 泰方一度对林友发出逮捕令 但她最终获释 据报道说 林友曾是大连曼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妻子林宁的弟弟 网上有林宁和林友过往的合影 林宁和林友的父亲林年章是老红军 本周五是东盟峰会的最后一天 除了十个东盟成员国外 来自美国 中国 俄罗斯 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领导人 及高级官员 也参与了在老挝举行的峰会 随着各国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摩擦加剧 美国 菲律宾和中国的代表在会上 纷纷阐述了各自对南海议题的立场 本周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老挝 代表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了今年的东盟峰会 在周五的会议上 布林肯重申了美方对南海争端的担忧 他说我们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日益危险 和非法的行为表示持续的关注 这些行为导致东盟国家人员受伤 船只受损并且违背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 美国将继续支持印太地区的行情自由和飞跃自由 不过中方对南海局势不稳的主因 有着不同的看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本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的提问时表示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存在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他说中国同南海当事国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 共同管控好海上的局势 美国等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升级武力 部署和军事活动 调动对抗制造紧张 是南海最大的不稳定源 与此同时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在周四的东盟峰会上 向中国总理李强当面表达了处理 南海争端的紧迫性 他指出各国应优先解决政治 和安全方面的分歧 才能讨论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然而据彭博社报道 李强当时坚决表示 南海是各国共同的家园 中国有责任维护其主权 并指责外部势力的干涉 加剧了地区的冲突 针对各国在东盟峰会上 针对南海一体的对话 美国国防研究咨询机构 兰州公司 政治科学家郭红军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此次的峰会凸显各国逐渐 将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过去30年 世界多数国家将经济置于安全之上 但这种做法也使 许多未解的领土争端持续存在 马克思与布林肯的声明显示 各国现在逐渐将安全问题 置于优先地位 在讨论经济合作前 先需解决安全争端 尤其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郭红军也提到 尽管中国长期声称 域外国家的军事活动 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冲突 但东盟国家逐渐向 美国军修安全援助的趋势 显示出 区域国家所担心的不稳定因素 并非所谓的域外势力 中国在东盟峰会上讲话 遵循其一贯的说法 然而南海周边国家 正在加大于美国的安全合作 而非中国 如果各国认为 造成混乱的根源是美国这个域外国家 他们根本不会寻求与美国深化合作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 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设计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朗青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2024年10月11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慧极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目前距离11月5日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已不足一个月 各类民票显示 选情非没有出局限明朗 反而更趋扑朔迷离 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民意调查支持率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内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美国的选举历史显示 无论是计划已久 还是偶然发生 投票日的到来 有时会有突发重大的政治事件 通常也被称为十月军喜 会一改选举的局势 从特朗普受到犯罪指控 两次险些遇刺 到乔拜登总统退出角逐 今年的大选经历了一轮轮 罕见的政治风波 在选战步入最后冲刺阶段之际 还会有什么样的十月惊奇 最终左右谁将入主白宫呢 2016年 在距离大选投票日不到10天之际 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重启 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用个人邮箱处理公务问题的调查 在此前的几个星期里 几乎被所有人认为全国的民调 都显示克林顿领先 但这一突发事件 在最后几周敦奉了选战 被认为是美国政治中 所谓十月惊奇的一个典型案例 克林顿事件之后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决定 就向重磅炸弹 在投票日的11天前爆发 由于大选投票日是11月初 因此10月份的突发事件 更有可能影响潜在选民的决定 而且候选人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补救 进入10月份以来 截止到本星期一 美国公布了多达79项 有关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 两位候选人的差距 绝大部分在1%和2%之间 《华尔街日报》星期五 发布的一组最新的州民调显示 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关键州的登记选民中不相上下 特朗普虽在经济和边境安全有优势 但在谁应该领导国家的问题上 选民们则意见不一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前资深副总台外交政策 结束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林赛指出 截止到本月4日的 538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 哈里斯平均比特朗普高出2.6%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是优势 但摇摆战场州的民意调查结果 则比全国差距更接近 并且在各自的误差范围内 林赛同事强调 过去的经验显示 特朗普的表现往往超出预期 因为民调机构很难联系到 他的支持者并确定 他们是否会投票 消除华盛顿大学的贝尔特指出 民调机构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估算选举日谁会出来投票 而这无法通过样本精确得知的 此外很多民调是由新闻机构资助的 所以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愿意回应这些民调 只要特朗普参选 民调就会面临困难 贝尔特对美国之音说 从可能会进一步升温的中东和乌克兰战争 到突然袭击关键摇摆州的天灾人祸 目前大选正逢一系列国内外的事务 都处于极为敏感的时期 也许会有更多的自然灾害 也许中东冲突会加剧 也许会有更多的法律方面进展 谁知道呢 德加萨斯大选 奥斯丁分校政府学教授达伦肖 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这位德加斯大学民调的联合主任说 对许多选民来说 这些事件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立场 但由于选情如此接近 即使是微小的波动 也有可能决定最终的结果 不过在另一方面 也有专家认为 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十月经济 也不足以改变选举的结果 美国外交关系林赛表示 所谓的十月经济 通常是人们谈论的多 但是实际发生的 这类十月之变并不多 这是因为到了十月 大多数选民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意味着必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才能让大量选民 从一个候选人 转向另一个候选人 这位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 自1984年以来历史学家 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 埃伦利希特曼 正确地预测了 十次大选中的九次结果 他上个月在其YouTube频道上表示 哈里斯将赢得今年11月的选举 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 再次表示 即使有所谓的十月经济 他也不会改变这一项预测 美国政治中最大的神话之一 就是十月经济 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 本星期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采访时说 我从未因为十月经济而改变我的预测 因为我的判断基于执政党整体的 治理实力 而不会被竞选期间的事件所左右 他说 罗格斯大学历史新闻和媒体研究学教授 大卫格林伯格说 实际上人们无从知道 是否会再次出现十月经济 经济的全部意义 正在于人们永远无法预知 自2015年以来 全州的青年无家可归者人数下降了40% 去年 州长杰伊英斯利参观了路斯的公寓 当时他住在奥林匹亚的Unity Commons Shelter 他说 公寓很小 但这是他的 壁炉架上挂着一面折叠的旗帜 纪念他已故的退伍军人丈夫 他和他所有的邻居都曾长期无家可归 现在多亏了州政府信托基金的投资 他们终于有了牺牲之所 州长来访是詹姆斯 住在朗维有百老汇的社区之家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毒瘾做斗争 直到他找到了稳定的生活 开始在CHB康复 他已经康复五年了 最近的快速资本住房收购补助金 将扩大CHOB的容量 以便他们能够向更多像詹姆斯这样的当地人 敞开大门 玛丽 丰 史蒂夫和尼克都是该州营地解决计划带入的1200人之一 该计划资助了全州46个营地清理工作 超过70%的营地居民接受了庇护所的提议 对于玛丽和丰来说 在危险的路边营地户外生活了几年后 有了屋顶是一个可惜的变化 庞纳德·卡斯特罗是一名越战老兵和长途卡车司机 当他失去工作时 他失去了主要的收入 当他失去那笔收入时 他失去了稳定的住房 他晚年在街头度过 直到2020年去世 今年在澳本 一个新的紧急避难所以他的名字开业 庞的地方 这家前汽车旅馆被金县通过他们的健康住房计划 购买并改造 从现在起 更多像唐这样的人将有地方可去 近年来州和地方对紧急住房的投资猛增 现在这些投资正在产生回报 危险的路边营地正在消失 以前的居住者现在住在由州和地方项目资助的 小型家乡村和支持性住房中 许多人正在搬进有9型住房 他们正在接受治疗和知识性的服务 他们正在从职业培训计划中毕业 过量用药导致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 与2016年的措施相比 今天接受庇护的青少年至少减少了1万人 在州一级和个人层面 州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投资正在产生影响 周四三名青少年和一名成年男子因涉嫌近80起暴力抢劫案而被捕 警方认为嫌疑人对至少78起记录在案的犯罪负责 其中22起发生在西雅图 该团伙主要在加油站便利店和深夜快餐店实施抢劫 当局由9月开始调查 西雅图抢劫案组和减少枪击暴力组对嫌疑人进行了监视 一起发生在贝尔维尔优的劫车案 与之前的犯罪描述相符 并得以跟踪并逮捕他们 总共5人被捕 嫌疑人各种抢劫和其他犯罪有关 警方仍在继续调查此案 贝尔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裁员约10%因为公司继续亏损 并正在应对罢工 罢工严重影响了最长效客气的生产 新任CEO凯利奥特布格州 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员工 裁员将包括高管经理和员工 该公司在全球拥有约17万名员工 其中许多人在华盛顿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 制造工厂工作 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报 显示每股亏损9.97美元 罢工对现金消耗有直接的影响 导致最长效的73G MAX飞机 77CX和767飞机停产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可能并不关心西雅图地区及其经济 在担任总统期间 他迫使波音公司签订了一份固定价格合同 将廊架747改装成新的空军一号飞机 该合同迫使 波音公司在2022年为飞行白宫计划 花掉6.6亿美元 2020年9月 随着疫情加剧 特朗普政府将西雅图称为 无政府主义管辖区 并威胁要停止联邦资助 而特朗普的家乡纽约市 则被称为超级明星城市 因为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后 当地爆发了抗议和一些民间骚短 华州交通委员会将于10月15至16日 在奥林皮亚召开会议 讨论的主题包括为华州渡轮规划新的路线 为2026年夏天前往 罗门菲尔的观看世界杯比赛的观众 做准备 帮助洲际公路附近的无家可归者 开除鱼类屏障的水坝研究 以及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预付借记卡 用于交通的移动计划等 面对面会议将于10月15日上午9点之下午4点30 以及10月16日上午9点之中午12点举行 也可在委员会的网站上注册 通过Zoom参加虚拟会议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降水概率37% 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位于Redmond和Belleville的小百灵幼儿园 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 由爱兴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 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下面向您介绍其余新闻 10月11日 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 阿根廷客场1比1占平委内瑞拉 第13分钟 梅西开出任意球 美内瑞拉门将出击失误 奥塔门 轻松破门 第65分钟 隆东颁平比分 10月11日 欧国联B级联赛 英格兰主场1比2负于希腊 对时首次面对希腊 失误球 第49分钟 帕弗利济斯 禁区内抽射破门 第87分钟 贝利厄姆抽射颁平比分 第90分钟 帕弗利济斯 每开二度绝杀对手 同一条河流 中国男足踏见了两次 北京时间昨晚 世遇赛亚洲区18强赛 第三轮 中国队再次在开场领先的 大好形势下 被对手逆转 最终客场 1比3 不敌澳大利亚队 遭遇小组赛 三连败 未拿一分 竟丢10球 对这样一支国足 还有多少人 抱有出现的希望呢 也许只存在乐观的主教练 伊万克维奇 湖人队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这样的难题 安东尼戴维斯是他们最好的中锋 也是联盟最好的中锋之一 但他不喜欢每晚打五号位的身体对抗 还希望大部分时间都打四号位 与更传统的中锋并肩作战 据ESPN报道 湖人队正在寻找这样的中锋 他还讨论了湖人队阵容中的大个子 杰克逊海耶斯 还有受伤的克里斯蒂安 伍德和克里斯蒂安 科洛科 台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409.74点 或0.97% 报收于42863.8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60.89点 或0.33% 报收于18342.94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34.98点 或0.61% 报收于5815.03点 COMEX黄金期货上涨34.90美元 报收于梅昂斯2647.20美元 WTA原油期货报收于梅桶75.49美元 莫文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梅桶79.04美元 比特币报收620707.60美元 上证指数下跌84.19点 报3217.74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14.74点 报21251.98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24.91点 报39605.80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 兑换706.62元人民币 10月11日彭博社员以美国和欧洲官员消息称 印度已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二大受限关键技术供应国 知情的官员透露 4月和5月印度的微芯片 电路和机床等受限制产品的出口规模 均超过了6000万美元 比今年前几个月增长约一倍 7月飙升至9500万美元 报道称 让乌克兰的盟友更加沮丧的是 史杰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之后 几乎没有得到印度对口官员的回应 当被问及这一趋势时 印度外交部不予置凭 据彭博社报道说 俄罗斯正在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内的跨境支付体系改革 旨在通过规避全球金融体系 为自身经济构建一个防制裁的屏障 根据自俄罗斯财政部 俄罗斯银行和莫斯科资金公司 亚克兰Partners 共同提早的一份报告说 俄罗斯提供的替代方案 包括建立商业银行网络 以本币进行跨境交易 并确定中央银行之间的直接关系 这一多货币体系 旨在保护其参与者免受外部压力 如预外制裁的影响 报告同时指出 美国的利益不总是 与全国金融网络和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一致 10月11日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政府周五宣布 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范围 以此作为对伊朗针对以色列弹道导弹袭击的回应 此举正指 以色列可能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前夕 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 此次制裁行动依据的是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项行政命令 该命令授权对伊朗的经济的任何领域实施制裁 旨在切断其资助恶意活动的资金来源 周五的公告实施上将伊朗的石油和石化行业 列为制裁禁区 允许美国对任何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实体 和个人实施制裁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Jennifer和朗青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